大部分人钓鱼,都是在大河小沟里也钓,所钓鱼种,大都为鸡鱼,鲤鱼,草鱼年鱼等常见淡水鱼,然而,长江浩瀚,生长的隐喻形态往前,规律稀奇,第一次见的人,往往惊叹不已,如果去长江钓过一次鱼,就会爱上鱼。 他长江里竟然有鲨鱼,湖北的一位钓鱼爱好着赵先生,周末跟朋友去长江钓鱼,在码头里获一条怪鱼,惊讶无比,某一看真以为是鲨鱼,你看这圆间的鱼嘴,开口向下,黑眼珠,赵先生惊奇说,大开眼界,这种鱼跟长江的鲫鱼,鲤鱼,体型迥异,模样太古怪,确实很像。 不过,长江里当然没有鲨鱼,至少目前没发现过,这种看起来像鲨鱼的江鱼,叫做江团,一种回鱼,而且是一种非常肥嫩鲜美的江仙。 据说曾经也是长江三仙之一,后来不知为何被和团起下榜来,其实,夜生江团鱼,长江里已经很稀少了,这位老哥也是运气不错。 随后,赵先生又钓,或一条五斤多的江团,夜生十斤以上的江团,至少买一千,他这两条估计可以。 旁边路过的钓鱼人羡慕说,确实夜生江团,特别是个头大的,现在特别难钓。 不过,夜生江团长江让他终长大,据说肉嫩如明治,极鲜极美,是难得的美食,钓友们,如果你们在长江幸运钓货,是会卖掉吗?还是自己尝鲜?